嗨 我是嘉一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寺院裡一定不能錯過的五部電影 4月3號 沙戰 继上次的水行侠 让DC宇宙开始受到矚目后 紧接着带来的是沙戰 内容讲述一个小孩 建议勇为拯救了 同样是寄养家庭的生障朋友 结果搭车回家的路上 被一个神秘的老人选中 成为沙戰的继承人 可是你的内在与思考 都是小孩的同时 该如何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英雄 开始沙戰恶搞超级英雄的存在 也能够回忆起 你我童年时候的玩乐时光哦 4月3号 跟自己内心的小孩 打声招呼吧 4月4号 送行者 李仪师的乐章 十多年前的经典电影 再次来到大家的面前了 也许你可能没有听过 也许你以前就已经看过了 但嘉义认真的推荐你们 一定要再进电影院感受送行者 送行者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 陪伴王者走过最后的一段 礼仪 规则 态度 一样都不能少 这是对王者的尊重 有99%看过的人 都默默留下了眼泪 甚至在戏院里面痛哭失声 如果这样子的电影 你还不进电影院看 那你会错失那感动的瞬间 4月4号 与送行者 一同陪伴王者的最后时刻吧 4月12 进入坟场 经典的史蒂芬金恐怖小说 又来冲击大家的视觉 与听觉的神经了 故事也就是一家人搬迁到偏乡小镇时 发现了一处隐藏在树林深处的神秘坟场 而故事就从这里峰回路转 一切的宁静 从此消失殆尽 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 即使你没看过 但被翻拍的次数太多太多了 而基本上翻拍的成品都不差 很多电影依旧成为必看之作 这次的电影是否也能营造出 小说的诡谓气氛 让观众一看 便知道这是史蒂芬金的作品呢 4月12号去电影院享受一下恐怖片的气氛吧 4月17 哭泣的女人 在墨西哥传说中 哭泣的女人 幽罗娜总会在午夜时分 围续在小孩的身后 如果只是单纯的陌生人 你只要赶快跑离现场就好了 可是 当你面对的 不是人呢 你以为 跑得再快 就能脱离她的魔爪吗 你要小心 她的哀嚎 因为那个声音 会将你引入黑暗之中 永无冲见光明之日 她的痛处 永远没有平息的一天 所以她也要将自己的痛苦 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你准备好 感受这场噩梦的降临了吗 你准备好 感受这场噩梦的降临吗 4月17 可怕的诅咒 即将降临人世间 4月24 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 等了整整一年 4月最强党电影终于问世了 被上诺斯团指的英雄们 该如何拯救他们 而幸存者又该如何挽回劣势 击败萨诺斯呢 旌旗队长的出现 真的能够帮助复仇者联盟吗 怀念的存在 是否可以顺利回到我们的眼前呢 长达3个小时又5分钟的片长 你能够忍得住不厕所吗 终局之战 绝对让你我印象深刻 4月24 一起进信愿去比谁最会憋尿吧 5分钟 电影节奏就到这边 搞一段落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